将物资放进袋子里 随着连结的脚步将近 南图县有节照顾关怀协会 每年春节都会举办春节关怀活动 安排了疫检物资发放及长照健康讲座宣导 邀请乡亲一起参与 活动的内容有健康的讲座 警察局的仿诈骗宣导 还有设计师的疫检活动 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怀若是要送的物资 那这次物资结了很多的爱心团体 跟爱心人士一起捐赠 那这次的健康讲座 圈导的内容除了长照2.0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告诉社区的民众 如何预防的跌倒 然后在平日的时候 如何做健康的运动 也可以在家里面 然后动动手动动脚 预防老化食指 睡末寒冬对物资缺乏的弱势民众 是最辛苦的时候 针对公所列彻底收入户 及关怀户百与户 每户发送物资一带 希望让民众感受实质的关怀 过个温暖的好年 我们结合了很多的团体 跟爱心人士之外 也邀请了草屯的救国团的志工 一起帮忙议员 一起送出我们的爱心的物资 跟整理 那我们救国团草屯政团委会 今天我们也派了一些人力 然后一同来协助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用心 一同协力汇集的物资之后 看到民众开心的心情 那我们救国团也感到非常踏实 那也希望民众可以在这个寒冬中 过个好年 身为南投县有节照顾 关怀协会理事长的 鲜园装饰街 感谢各三星团体共享盛举 这些物资都是很实用的日常用品 期盼戒指抛转引玉 唤起更多的三星人士一同来参与 除了物资发放外 还有美法治在现场提供意见服务 以及草屯分局进行防诈骗宣导 协会这次总共发放100份的物资 相当感谢各单位及社服团体的热情响应 让弱势家庭能够过个好年 记者黄一轮草屯政采访报道